说到弹丸之第一词,这里的弹丸,就是子丹的雏形。 在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出现后,大约在宋朝,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单纯填充火药分射的枪,后期随着军事家的研究,在火枪中填充上铁渣,磁墨增强杀伤力,这是在我国诞生的最早的枪弹。 但,枪弹摁事后,随着战争的发展,对枪的射程和射击准确度,也要求越来越高,枪弹也从最开始的圆形弹丸,变成了被恩格斯称为现代步枪之父,的法国人德尔文,发明了长形弹丸,这也是近现代子弹的雏形。 近人二十世纪以后,子弹形状,弹头不断改进,形成了现代枪弹,如普通弹,夜光弹,燃烧弹,穿甲燃烧弹,顺炮弹,空头弹等,花生人大小的枪子而就能要人命,这是人们对子弹最形象的介绍。 子弹,是当今军队各类武器弹药中应用最广,消耗最多,生产最快的一种,配合枪械,可以说是最简单易用的武器装备,但看似简单的子弹,其制作工艺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,不然也不会出现子弹爆糖的情况了。 制作子弹,一是需要子弹的弹头,弹壳,发射药和敌火这四个部分有机连接,才能形成立于沙敌的优美流线外形,二是只有优良的弹心材料,弹头的铜轴度高,才能形成完美的弹道轨迹,提高子弹的射击精度,三是要有优良的外形特征,才能克服空气阻力,保持飞行稳定,提高杀伤,能力。 我国子弹制作工艺是从前苏联引进的,经过改进和发展,实现了从纯手工,半自动化,到现在的自动化,数字化生产,已经媲美后美发达国家,并且在许多关键性能指标上占优势,成本低廉,受到了众多武器装备进口国的青睐,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对外销售子弹最多的国家,每年上一发,有人不禁问,这么多子弹都是哪个国家? 国家购买了,难以想象,这个国家就是美国,那么美国这个世界科技领先大国,为什么又要从我国进口这么多小小的子弹呢? 据有关分析认为,美军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驻军,其有140万军队,每年训练平均每人消耗1100发子弹,仅仅军队的消耗量,就高达15亿发左右。 况且美国国内,允许私人枪械,持有数达到1亿,民间消耗量也极大,而每年多达十数亿的消耗量是什么概念呢? 要知道,中国八年抗战才消耗了十几亿的子弹,美国一年消耗的量就如此之大,虽然美国军工厂也不少,但大多是生产重型装备的,其国内生产力远远无法满足其每年的消耗量。 美国就把眼光描向了从国外进口,一开始主要从欧洲等盟国进口,随着中国制造的飞速发展,美方就越来越看好中国制造的子弹,开始从中国进口,中国制造的子弹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价格上,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口皆碑的。 我国出口的主要是7.62毫米步枪子弹和9毫米手枪弹,9毫米手枪子弹,是符合北约手枪口径标准的,而美国部队大多使用的,是从我国进口的56式冲锋枪,56式半自动步枪,54式手枪和81式步枪及前苏联的AK-47,相较于美国生产的子弹。 中国子弹价格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,又可以稳定的从中国进口,因此,中国生产的子弹颇受美国欢迎,不仅仅子弹,现在享誉世界的中国高铁修到了欧洲,华为成了科技巨头,通讯设备也遍布全球,这些都中国科技发展的代表,相信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工业国,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, 小到子弹,大到高科技重型装备将更加受到全世界的青睐,中国一定能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。 已经开始用了解的力量,这些人 está在抗讨。 接触之对,打压力量还是能利用什么的资历。 现在去年字幕时封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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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我可以所以说明,这是公封面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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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